我们常说疲劳驾驶猛于虎 有时候就因为打了个瞌睡 或者说眼睛瞇一下 短短一两秒钟事故就发生了 10月22号在新昌街头 发生了一起因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 路中间的中央护栏被摄氏车辆撞飞 那场面真的是惊心动魄 公共视频显示 当时一辆轿车在行驶时 逐渐偏离了轨道 向道路中央靠拢 最后直直撞上了中央护栏 一连撞飞数十根中央护栏后 才停了下来 事故现场是一片狼藉 没多久 司机跌跌撞撞从车上下来 而说起事发一幕 司机杨某仍受惊不小 现在我想起那个场面心有余剧 事发后 共有20来根护栏被撞毁 其中有5根护栏钢管插入了车内 幸好司机杨某只受了点轻微伤 如果刺入车辆的钢管稍有偏差 后果则不堪设想 而说起事故的原因 司机杨某说都是自己惹的祸 一开始上车的时候 感觉有点迷迷糊糊 感觉很困 我想想停一下也会到了 然后不知怎么回事 一下子就撞上去了 在非常疲惫的情况下 依然驾车放在家中 那么途经三花集团附近的时候 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 原来杨某经营着一家台球馆 为做生意经常熬夜 很晚才下班 事发当晚 她在头一天已经熬了一个通宵 下班后又去朋友家玩 结束后十分疲惫的她 还是强撑着开车回家 结果半路打瞌睡 就引发了事故 目前交警认定 杨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相应的路产损失 也将由她自己承担 记者许晶晶 编辑报道